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少花钱,多半是,美国经商多,来点外国货,前些时候有这么一个小新闻,美国与乌克兰签订了一个军购合同,买下了乌克兰产的T-84堡垒坦克, 听到这个消息,很多人不免心生疑惑,美军不是有蓝星最强的M1吗?干嘛还要买乌克兰这个小国的坦克? 在大家的印象中,美国财大气粗,科技发达,产业门类齐全,啥都能造,很自然的,美军用的武器,当然就得是美国造了,根本用不着从国外进口武器装备, 不过,世界很奇妙,总有想不到,美国进口的武器装备,其实并不少,从手枪到飞机,从火炮到导弹,种类覆盖三军,这些武器装备的来源也很有意思, 除了盟国和关系户以外,甚至还有中国和俄罗斯,是不是有点吃惊? 那你,美国还需要买外国货? 在美国的军费预算中,有大约1%左右的份额,适用于进口装备及零部件的, 事实上,美国是北约组织中仅次于土耳其、希腊、波兰和意大利之后的第五大军火进口国,在2012年到2016年间,美国在全球武器进口国中排名第12,为什么综合国力遥遥领先的美国,还要花钱买外国货呢? 第一个原因,也是最大的原因,是降低成本,美国在二战中充当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并以举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但强大也是有代价的, 冷战中的美国与苏联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还,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场热战,这使得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一辆美国1957年产的M41坦克出厂价为8.5万美元,到了1964年,美军为参加越南战争而大量采购时,单价却整整张寥寥一倍多,达到了18.9万美元,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尼克松政府只好进行了经济改革,结束了美元的金奔威制度, 美国军工产业顿时维米,许多项目下马,成年的军火商血本无归,美国政府和军方也得了教训,全部搞国产,这成本有点受不了啊,为了能可持续发展,在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前提下,进口一些成本更低廉的装备, 这事还是得考虑一下,脸上笑嘻嘻,心里MMP没钱搞个锤子,约翰逊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迪安西斯克·丁拉斯克,就曾表示,我们是需要与俄国人争夺军事领域的制高点,但不能将所有事情布揽在自己手里做,否则我们将变得不乏沉重,直到最后一根稻草压断骆驼几倍, 在美军看来,如果什么都自己搞,没有需求,都要从国内军事供应商那里招标,研制,验收,改进,培训,军火商就是有三头六臂,也被有个几年才行,要是碰到技术较密集的装备,时间还会更长,假如国外就有现成的东西,何不直接买来就用呢? 90年代,美军需要一种中型运输机,从头研制,要花掉数,10亿美元,好几年时间,显然并不合算,于是,美军放眼国外,在西欧考察已有的同级机中,果然发现了理想的产品,意大利阿兰尼亚公司的G222就挺合适, 所需的起降跑道距离很短,可以很方便地改装成反潜机,电子战飞机等多种作战平台,立即签下采购合同,略加改进后成为美军的C27G,米尼米机枪就是M249美军最基本的轻武器,也有外国货,最为人所知的是意大利波莱塔的M9手枪, 美军用它取代了,有80多年历史的M1911,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1990年,采购了比利时FN的米尼米5.56毫米轻机枪,总数打9万多艇,这个数量是比利时军队的9倍,这方面要列举的话,例子还能找出很多,比如英国的钥匙飞机,意大利的奥托76毫米舰炮, 德国的120毫米坦克炮,英国M777155毫米,和L118榴弹炮105毫米,罗罗公司的MT30燃气轮机,用于独立级滨海战斗舰,和DDG1000朱姆沃尔特级,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研究对手,美国最大的对手,是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 要是能搞到对手的装备,自然可以对症下药,找出破解之法,不过,相较从英国意大利买装备,要从苏俄那时直接买到人家的看家武器,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从第三国购买,就成了一个可行的图,几,前面提到的美国买乌克兰坦克,就属于这一类型,美军在2003年就购买过四辆乌克兰产的T80UD进行了全面测试, 而在最近的叙利亚战场上,俄系坦克在生存力方面的表现上升了,这让美军产生了,要重新评估俄式坦克防御性能的动机, 不过,美国只买了一辆,达到这个目的,花点小钱就足够了,美国空军的假想敌部队为了充分研究对手, 美国甚至从中国进口过战机,是的,你没看错,美国的确在80年代,从中国进口了12架歼7,装备了假想敌部队红英中队,4477中队,用来扮演苏联的米格21, 红英测试和评估中队的总部就驻扎在内华达沙漠内的内利斯空军基地,再包括托诺帕试验靶场在内的多个机场, 主要任务就是扮演苏联空军,与来自美国空军、海军和陆战队的飞行员,进行模拟对抗训练,极大的提高了飞行员的作战水平, 苏联解体,东欧巨便给美国带来了获得苏式装备的大好时机,1991年,美国情报部门与德国联邦情报局联手实施了代号为长颈鹿的收集行动, 利用驻东德苏军回国的混乱,大肆收购各种苏联装备,在金钱的诱惑下,信念破灭, 士气沮丧的苏军官兵连偷代差,把大量装备和部件卖给了美国人,数量之多远超预料, AK-74最初的价格是150美元,结果卖箱的苏军如果将之计,价格迅速跌到10美元, 更大一些的,SA-16单兵防空导弹,8000美元就可以买到,美国资产的同一类型导弹独次,价格是3.75万美元, 这些小东西都不算啥了,美国和希德通过长颈鹿行动, 还搞到了苏军部署在东德的机动战略导弹预警雷达系统, ASK独际探测椅,苏军绝密的ACHOVIK型密码破译机,无线电探向设备, 米格29战斗机的火控计算机,炮兵电子干扰车这些硬货, 通过买通苏军内部极端求苏的卡尔梅克卓士兵, 搞到了T-80坦克的反应装甲和两台发动机, 从东欧穷国摩尔多瓦,搞到了完整的米格29, 如果这还搞不到,还有高价收购的一招, 1996,美国从白俄罗斯买到了S-300V防空导弹系统, 每套价格为2.5亿美元,这可真是天价了, 但美国并不亏,东西到手后, 洛马公司对这一系统进行了全面分析, 一方面掌握了俄罗斯雷达的核心技术, 并把这些技术用于资产雷达, 另一方面,又完全知晓了俄式装备的信号特征, 真打起来,无论干扰或攻击,都不成问题, 在这件事上,甚至连俄罗斯自己都犯过晕, 稀里糊涂地把好东西亲手卖给美国, 在苏联解体后的那段困难时间, 俄罗斯的Svesta Strala公司因为缺钱, 将十多枚MA-31型导弹出售给美国的卖道公司, 这架鬼怪,所投射的,正是MA-31卖道公司的解释是充当把弹, 不过,MA-31是在能对美国航母,形成重大威胁的, KH-31型导弹的基础上改进而来, 采购的真实目的是啥, 明白人自然一清二楚, 当然俄罗斯也留了一手, 把坛上的电子设备拆了, 但即便如此, 美国仍然把这种导弹摸了个八九步离时, 实际上, 这桩生意不仅对俄罗斯造成危害, 对中国同样有糟糕的影响, 因为中国的影机91导弹, 就是仿自KH-31, 美军搞到对手的装备, 收益很大, 不单实物在手, 可以了解得清清楚楚, 美国空军的假想敌部队, 也有了装备真货的机会, 而不必总是用自家飞机来冲竖, 体验过真货陪练的美军飞行员, 得以在伊拉克和南联盟上空, 轻松对付这两国的俄式战机, 中国由于在近现代历史上吃装备的亏太多, 所以凡是能国产的, 无论如何也要使用国产货, 对于进口装备总是心存疑虑, 担心关键时刻被外国卡脖子,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进口外国货, 就不怕这个隐患吗? 前面已经提到, 美国之所以要进口武器, 主要是出于成本考虑, 不是因为美国没有研制和生产的能力, 比如, 美国从日本进口芯片, 是因为日本货价廉物美, 而不是美国造不出来, 在海湾战争结束后, 日本人颇为得意, 因为美国在战争中使用的精确打击武器, 从巡航导弹到GPS接收机, 和新的电子芯片, 大多数是日本制造, 著名的日本右翼分子石原胜太郎, 在日本何以说不以书中炫耀, 如果日本将自己掌握的技术卖给苏联, 那么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 将发生巨大变化, 但美为完全不在乎, 因为美国人很清楚, 所有的核心技术仍有本国控制, 即使日本不合作, 美国自产这些芯片也非常容易, 只是要多花些钱而已, 所以, 只要核心技术掌握没有流失, 美国并不怕卡脖子, 还乐得进口一些便宜的东西, 况且, 像日本这类国家, 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 有完全的控制力, 叫嚣两声可以, 真敢伴水, 分分钟捏死, 从品类看, 美国进口的装备多集中在轻武器, 电子元系舰, 飞机零件, 陆军火炮, 军服等方面, 至于战机, 坦克, 军舰, 信息战系统等关键装备和核心技术, 美国则是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的, 不会对美军实力和军工产业, 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美国进口武器看起来不少, 但总数只占军费的零头, 对本国的军工业只是起到补充作用, 并不构成威胁, 最后,美国进口武器还有一个别家没有的特点, 买方市场, 别的国家, 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进口武器, 是因为自己没有研制和生产的能力, 迫不得已只能进口, 这就难免要受制于人, 由于没得挑, 只能出高价, 还会被政治所左右, 被迫接受一些附加条件, 但美国却完全不同, 我又不是产部, 要不是为了省点钱才懒得外购, 你爱卖不卖, 因此美国可以挑挑拣拣, 要求还不低, 而且, 对于卖家来讲, 假如自己的武器被世界第一强国采用了, 那可是非常光荣的, 所以各卖家都要上赶着拿出好货, 供美国选择, 这反而有助于使美国保持军事技术领头羊的地位, 总之, 自身实力足够强大, 不仅不用害怕, 因为进口武器被卡脖子, 还可以拨踩重场, 节省成本, 进入良性循环, 假如有一天, 中国也能信心十足地满世界挑拣某些非核心装备, 那散而是军工实力, 达到了世界一力,